系统更新 在Linux Meet底下如何进行系统更新 我们可以到面板的右下方 找到一个像盾牌一样形状的icon 然后呢当你把游标停留在这个icon上面 就会出现一些建议的字眼 目前是有60个建议安装的更新 那我们就直接点选 如果你看到这么多必须要更新 那你可能去花点时间 那我们把它全选 全选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更新 如果说你有一个套件 你认为旧版的比较好用 那你就把这个选项把它关掉 但是还是建议全部选 全部选择 然后安装更新 那更新时间的长短跟你的套件多少 好那这边我们一样确定 好 MTPC 更新时间的长短跟你的套件有几个必须更新 还有你的网络频宽有关系 好那建议你在使用LinuxMits之后呢 一定要定期的保持这个更新的动作 才能让我们的系统维持在最新的状态之下 避免一些可能有漏洞 减少中毒的机会 或被入侵的机会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套件呢 永远保持在最新的套件 好那可能功能比较完整 也会修正一些小bug的问题 好那更新时间长短 就根据你的套件 有多少个必须更新有差 那系统更新完毕之后 视窗会自动关闭 那我们看一下右下角 本来盾牌的符号变更了 成了一个绿色打勾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你的系统已经是最新状态 那系统变更一定要常常做 当你看到右下角盾牌 橙色蓝色状态的时候 就表示你的系统可能必须要更新了 那这个单元就被各位介绍到这边